2024甲成年 槟城庙会亮灯仪式 正式开始 一开始我加入的时候 我的家长就会讲说 你是基督徒 为什么你要加入一个庙会 是拜拜 很少年轻人知道宗子会馆 到底是为什么二代 为什么会要我们进去 为什么要我们去了解 有些人甚至讲 我们槟城有这个东西 现在的学生或者小孩子 都是专注在网上的一些电子的游戏 对于我们文化的传承 这方面我觉得是比较欠缺的 我们应该有一个活动 来鼓励民众来学习中华文化 热闹非凡的槟城庙会庆典 一直是每年农历新年 最热闹的一道节庆风景 但由于经费来源不足 宣布解散 要支持的人也是不敢支持 我就觉得很可惜 这些东西不再去推广 让更多人认识 或者是更多 找到更多的传承人的话 可能他就在槟城就不见去了 有一些居民为了要做生意 因为你尊重他的地方 或者说你关了这一条路 他的顾客群不能进来 所以他要求赔偿 我们是在2016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机 一二一 只要你想要为文化出一份力 你想要来参与庙会 几岁都可以来参与 主要是让家长们 带孩子们来到这个庙会 然后看到很多我们 属于我们自己 华人文化的一部分 我不只是在庙会当天 让民众看到我们多么的精彩 其实我更着重的是 从志工加入那一刻 他一直走到庙会 他到底学了什么东西 庙会不是一天的环境 庙会是永远的传承 有庙会才香过年的味道